诗篇第十八篇第十五节 耶和说 你的斥责一发 你被恐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我们读这次经文其实是一直 承接着 在 不同的经文描述 神 祂的作为 祂的 怒气 影响到整个大自然 譬如 闲雷闪电 又令到仇敌四山 但是这次经文 我们看就是 原文 希伯来文的次序 和中文的翻译 就有点不同 因为中文的翻译 譬如我们一开始讲这里 耶和说 你的斥责一发 你被恐的气一出 其实这两句 就是 原文就放在后面 就是 他 大卫 大卫是将 海底就出现 先放在前面 然后 大地的根基 也显露 那就是 大卫 先描述 一个 大自然的 警方 那么这节经文 就特别 侧仲在 海底 就平衡 地的根基 出现 又平衡 这个 显露 所以 这两者 就是 将 海和地 尤其是 海底 本来是 看不到的 你是显露不了出来的 对吗 地的根基 也是看不到的 是隐藏在地底里面的 但是 大卫就说了 这些 本来在大自然中 是隐藏 不是人可以看到的东西 但是 现在 却出现了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了出来 那跟着 他就说 为什么会 构成 这些 大自然界 无论是海底 无论是地的根基 都要显现出来 原来 他继续说的就是 是因为 上主 耶和华 他的斥责 一发出来 即是那些的 责备 这个没有说他责备的对象是哪些 但是 这里一说 他一责备 一发出的时候 而且 他的 避孔的气一出 即 差不多是 描述他的怒气 那 就大影响到 海底 出现了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了 所以我们看到 神的权势 神的威严 我们真的需要 去敬畏他 去倚靠他 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大能的神 你充满威严 当你扎鼻的时候 你的鼻孔 的气出的时候 海底都要显然 大地的根基 都要显露 这些隐藏的 都要显露出来 我们求神你 保守 看顾我们 祈祷奉主命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